志平深夜來到警局 因為母親離奇沉失在社區頂樓 她來領取屍體相驗報告書 她對於檢警認定死者是母親 提出質疑 我母親確實是有兩三天找不到 兩天找不到 但是昨天我不想驚動大家 我問了一些親戚 搞不懂孩子不知道 但以前有吵架 她有離家出錯過 她身上有我母親的鑰匙刺扣 但我上去指認看了 我從看到她的身體 腳 手都不是我母親 不過是一個年紀很相當 我都看不出來 我一看就知道那不是我母親 她穿的綠色衣服 我媽媽出來不穿綠色衣服 唐志平淡定陳述 手上戴著粉紅手錶 正是國片周楚除三害 主角阮晶天手上戴的豬豬錶 6月3號善為1點 她被警方通知 母親的遺體在頂樓被發現 要唐志平到頂樓認識 心情我可能激動了一下 但是我現在心情是很平穩 因為我還要工作 因為我看到的那一具屍體 我感覺並不是我母親 而唐志平原先正在拍戲 劇組指出唐志平曾翹班 高層考量她戲份不中 絕地換腳讓她安心處理媽媽後事 對此唐志平反駁酗酒說 有時候坐在路邊很累了 拍戲還是工作很累走路很累 我坐在路邊那有落空嗎 有犯法嗎 我這個人的第二陽光怎麼講 錢不是一切 警方說唐志平曾經來到這家賣場 內的鐵板燒店店家事後報警指控 他點了餐菜也上了 但是沒有付錢也沒有吃 人就走了 另外還有麵店也曾報警控訴 唐志平吃飯沒帶錢 表示願意以物易物 媽媽離奇死亡 意外讓唐志平螢光幕下 不為人知的一面受到關注 東日新聞社會中心在新北市報導